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产院华人证讯会 10月20日的粤语崇拜 我是严崇宇传道 这里特别很想去欢迎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我们 这个网上崇拜的来宾 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www.cbccoc.org 很希望你能够去到这个网址 浏览我们的教会 特别上面都有刊登 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资料 更加很希望你能够用以上的二维码 去到我们的网站 去填寫你一些个人的资料 我们教木同工很希望能够跟你联络 能够进一步能够认识你 除了欢迎新朋友之外 我们以下有一些报告事項要大家要注意 首先请所有教会会员要注意 今天下午1点15分 我们将会通过Zoom 来到去举行这个月会 详细的讯息已经透过电子邮件 已经发送给大家 请大家留意你自己的信箱 希望大家大概1点10分之前 能够登入Zoom Meeting 我们希望能够1点15分准时开始 第二件事是有关国语堂的一个圣诞活动 他们将会在12月24日晚上7点半 会举行一个圣诞同唱烛光晚会 鼓励大家来参与 你可以透过以上的网址 或者透过二维码来参与烛光晚会 鼓励大家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 另外请大家要注意 我们过去也有报告过 我们所敬爱的鲜黄瑞传道 Minister Doris 将会在2020年12月31日 正式退任中产院华人证讯会 性恶兼崇拜传道的职位 我们很衷心感谢他在过去28年 中心在性恶事工上的事奉 我们教会特别是举办了一个荣优典礼 将会在下午1点15分通过YouTube来去举行 所有的会员将会透过这个 一个荣优典礼 请大家都注意 全数是会去资助全球美南争讯会的宣教士 我们收集现金的截资日期是到今天 如果你记得的话 希望你能够将你的支票来写上CBCCOC 在备忘署上面写着这个 无拉帝奉献 或者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来去捐献 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定为5万元的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些的详情 你可以透过这个的二维码去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来查询一些资料 也鼓励大家继续为全球的宣教士来讨告 因为特别在疫症期间 他们的挑战是更加的多的 祈求神都是保守他们各人的健康 以至到他们在当地的工作不会停止 那么今天的报告事項就是这么多了 现在请大家安静聆听神的话语 今天的宣教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刺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位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全能的上帝 我们天上的亚伯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今天早上让我们聚集到你的金钱 主要让我们知道圣诞节就快的来临 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猜派你的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移生 也都在我们的中间 带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真理 让我们恩着信靠他 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主耶稣说 我们感谢你 你甘愿降生 取了劳瀑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你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你教导我们在教会群体当中 来到去顺服 亦都是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建立 彼此的相爱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知道你出生于马槽 你亦都曾经经历生活的困苦 你了解困苦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关心他们 在这段期间 我们以行动来到关顾他们的需要 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的温暖和盼望 特别在这个疫症的期间 有些人生病 有些人患癌症 有些人被病毒的感染 他们这一群人 我们需要特别为他们祷告 求主医治 亦都赐下恩典 我们也都求你保守一些脆弱的人群 特别是一些年老的 或者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求你亲自向他们施恩 我们也都为世界各地的政府来祈祷 求你借着一些的官员 他们一些的措施 亦都是帮助人群能够是得到保护 得到更多的协助 我们特别为到有多个的药厂能够成功 我们也都为世界各地的宣教士 来到肯切的祷告 求你加添他们各人的力量 特别是保守他们各人的健康 让他们的工作不会停顿 也都是为到他们所牧养的人群 来到肯切的祈祷 求你打开他们的眼 打开他们的心 让他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有正面的反应 也都甚至有更多的追求 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维养 生命得到更生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都为到印尼东部 有一个的倒序 他们有一个的村庄 受到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的襲击 当中有几位的基督徒 因此丧失生命 也有好几个家庭 因此而失去家园 求主也是保守这些家庭 他们现在承受极大的创伤和悲痛 求你亲自的安慰 也都大大的保护这些人群 免受进一步的伤害 最后我们也都为到我们各人来到去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 也都借着圣灵的带领 帮助我们进入敬拜 也都借着今天何牧师的信息 来对我们各人说话 我们这样祈祷交托 奉去救主耶稣基督生命祈求 Amen 祈祷交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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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祈祷 一世母采祷 悲使那天 也世界的深历 一世辈子 三世辈子 行英國姓妙啊 行英國姓妙啊 行英 行英國姓妙啊 寂寞一生 不容作詐 世徒的小歌 發嘴為人 永遠發達 到處處閘路牆 到處處閘路牆 春節真理 日子馬房 日子馬房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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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過你 寂寞一生 不容作詐 寂寞一生 不容作詐 寂寞一生 不容作詐 我們一起去攻讀2020年的背誦經文 是在馬可福音第10章45節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明 作多人的屬假 然後讓我們一起去攻讀今日訊息的經文 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一節到第14節 《路加福音》第二章 當那些日子 海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 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策 這是居里柳作敘利亞秦府的時候 頭一次行報名上策的時 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策 若失也從加里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 到了大衛的城 名叫百利行 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策 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 馬利亞的產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兒子 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曹裡 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 在百利行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 夜間按著耕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是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事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 臥在馬曹裡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帶兄節目早晨 好高興今天早上可以和大家一同的敬拜主 聖誕節快到了 首先預祝大家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讓我們一同的紀念主耶穌基督救主的降生 今天很高興何牧師也在我們的當中 來分享一個聖誕的信息 題目叫做 《不要懼怕,生了救主》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何牧師 各位弟兄姐妹好 我開心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神的話 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蒙恩 很快我們就過一年 在每年的聖誕節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打開 《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們一起來到思上神的說話 特別當中講到耶穌基督的降生 今年都不例外 我都盼望可以藉著這章的聖誕 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以及一重紀念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當我這次再重新去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盼望當中可以和大家分開三段的訊息 來一起分享 第一段的訊息 我這樣叫做 《從懼怕到讚美》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節到第十節到二十節 有這樣的描述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照耀著他們 《木羽兔人》就甚至懼懼懼懼懼懼 individ 當時他們非常害怕 天使ci對其說 不要懼懼 我報給你大喜的訊息 是關乎萬民的 當時真的很害怕 會遇一間有主之的事自在旁邊 特別是在黑夜的時候 不单止是这样,还说到突然之间在黑夜当中,有一个光照耀着他们 所以当时他们十足怕,但是当我们看完这段圣经之后 去到第20节,同一班的牧羊人,他们从惧怕变成什么? 第20节那里说到,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的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理他,从惧怕去到赞理 当中发生了什么?大家看那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 因为他们听到天使跟他们说,有个救主啊,有个盼望啊,有个平安将降临在世上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从惧怕而去到赞理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同一样的事情? 因为一些事情,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们很惧怕 但当中,我们知道有神掌管,有神答应的时候,我们从惧怕来去赞理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都同样这样描述 好像在诗篇第三十篇第二节,但很喜欢这节的经文 他那里讲到就是说,一宿虽然有哭一 大家有没有试过夜晚睡不着觉? 大家有没有试过遇到这个难处,流着眼泪?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试过,我都试过 但是早晨必变欢呼 当中,从惧怕去到赞美 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这件事交给神的时候 当你知道神带领的时候 每天当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个平安就降临了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 就是哭一变成欢呼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五节 我从前风吻有你 约伯经历很多苦难 大家看约伯记的时候都知道 经历无数的困难 甚至乎身沙满了毒瘡 甚至乎太太都跟他说,你死掉了 现在经历很多一切的事情 若白也没有离开神 我从前风吻有你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上面 我现在亲眼看见你 经历神的因点 同样都是从惧怕去到这个责美 诗篇第十六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我必清重那指教我的耶和话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话摆在我面前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就是 我将耶和话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很多时候我喜欢默想这些说话 神在我面前 神在我右边 我还要怕什么 因此诗人在这里说到 我便不自遥道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诗篇这里写得很好 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 之前可能真的经历了一些困难 苦难 巨怕 但这里从在那一道里面 因为知道神在前面 知道神在右边的时候 我便安然居住 甚至在这里说到 我的灵甚至快乐 也不必叫你的圣者扭坏 你必将生命的路指线我 在你面前 我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 又永远的福乐 诗篇第十六篇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探访的时候 其实都不妨用这个诗篇 来去勉励和安慰人 同一个时间 也都安慰我们自己 如何从惧怕当中 我们可以得着 喜乐 欢呼 甚至会在沐浴人当中 那种赞美 很多年前 我听到一个健性 说到有一对夫妇 结婚不久 结婚不久 结果太太就怀孕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是不是 我们结婚的 我们身为人父人母 我们会明白 就是怀孕那种喜乐 但当她去身检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跟她说 她说 I'm sorry 对不起 当我们看看那个环境的时候 似乎你的孩子的身体 好像不太健康 所以日后生出来的时候 都未必是一个正常的小孩 这对夫妇是一个基督徒的夫妇 心里面都非常非常难过 在身边的人 有很多人都跟她说 不如你堕胎 不如不要要小孩 但是他们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觉得不可以这样做 不应该这样做 从一个惧怕当中 去到神面前 在神面前来祷告 扣神来带领 扣神来帮助 他们很清楚的就是 我不可以不要这个小孩 结果 他们就把这个小孩生了出来 起出望外 之前的医生说到 这个小孩可能是不健康的 你生出来的时候 甚至身边的人说到 你堕胎了 你不要要了 但是他们坚持 他们坚持他们所信的耶稣 在当中里面 虽然生出来不健康 但是他们认定一件事就是 这个神给他们的能力 所以他们愿意去生他 甚至乎很好用神的爱 起出望外的时候 当他生这个孩子出来 完全不是医生这样说的 反而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 从惧怕去到赞美 昔日的牧羊人 可能在他们的环境当中 都经历了不同的事情 是不是在夜间 其实真是害怕的 我相信你和我都会 在一个晚上里面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 甚至为什么会有天使来说话 但是当他们明白的时候 当他们知道救主要 为他们降生的时候 去到第二十节 散美神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 我们也可以用刚才所说的经文 成为别人的鼓励 分享 诗篇第三十篇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还有就是诗篇第十六篇 第二段的信息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叫它做 从至高到地上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 从这个巨牌到这个赞美 接下来看这段经文 一节的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从至高到地上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 他这里这么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但当我去抹上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至高 跟着落到地下 神的恩典联敏福气 由上而降临在下面 好叫世人能够得享着耶稣基督的美好和祝福 但其实我觉得不单止是说从上而下 整个环境里面 其实比我们思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世界的那种改变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的缘故 因为他的生命的缘故 因为他的牺牲的缘故 为了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人的生命 甚至乎整个的社会 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路金本音第一章第七十八节到第七十九节 他说 因我们神的怜悯心肠 叫清神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人类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很喜欢看到这句话 说到清神的日光 这个翻译本我觉得写得更好 就是受到 抑日的光临到地上 照耀我们不认识主的 活在黑暗死人之人的地上 好让我们以前不懂的 但现在我们懂得找一条平安的路 来走上去 刚才我说到 自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自从福落又从天降行的时候 其实不单止是说当时 耶稣基督对世上的影响 是远远在那一刻 那一刻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点 我很喜欢奴家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 他说到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全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显我报告被老的得释放 黑眼的得寒见 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经文 其实说到的就是 不单止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 其实无论他之前或之后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当时的人 特别说到贫穷的人 被老的人 黑眼的能够看见 受压制的人 能够得着字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差遣来到世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很喜欢一位作者 他的名字叫John Orchbert 是一位教会的目者 他写了很多本书 其中一本我很喜欢的就是 他说If you want to walk on the water you have to get out of the boat 他用了比特利海 在海当中看到耶稣 他那里说到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 We want to stay in the boat 意思就是我们不想有任何改变 无论教会或者我们人的生命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很习惯是这样就这样 你不要要我改 你不要要我变 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 You stay in the boat 意思就是我们留在一个很安全很舒服的位置 但是他说如果你想要走在海当中 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真正正想经历神 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你要离开这只船 走在海当中 倚靠神的答应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走在海当中 如果你真的想走在水当中 和耶稣在一起 甚至会经历他的大用 和祝福的时候 你要离开这只船 我想说的不是这本书 其实他有另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 Who is the man Who is the man 其实他就是说 耶稣 在一本书里面 其中一个内容 他这样说 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我们以为耶稣基督 其实他的影响就是在当时 但其实不是 其实他的影响 在他死了十字架 三天复活之后 直到现在的影响 更大更大更大 甚至还在影响我们每一天 英文句的感觉 His influence have swiped over history Bringing inspiration to what has happened What has happened in arts In science, government, medicine and education And he has taught humans about dignity, compassion, forgiveness and hope 中文意思就是说 其实耶稣基督的影响 其实是影响了整个的世界 整个的历史 甚至现在的历史 他都在改变着 改变着我们现在所活的环境 改变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模式 简单来说 他问我们的就是 你知不知道 其实教育和大学 从何以来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知不知道医院和医疗制度 从何以来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人的公平和公正 从何以来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什么叫做饶恕 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 从耶稣以来 我们从往往很多的懼怕 变成赞美 都是从耶稣基督以来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哇 真的耶稣基督的降生 不单止在那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被当事人的祝福和盼望 甚至我们现今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其实都直接给我们 有很大的影响 刚才说到的 就是对于社会的影响 但我再重新去想 如何从高处 去到地上 赐平安 给每一个愿意跟从他们的人 其实不单止是说社会的层面 当然更重要的 就是说在我们 当我们真的愿意去相信神明的时候 也都改变了我们 甚至乎 在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环境 它都会改变我们 很多年前 在这个60分钟时事雜誌 60分钟 我看到一个访问 但我真的放在我心里面 这个访问说什么呢 他说到就是说在过去很多 10年下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 其实都面对很多 因为犯毒的缘故 那种的罪行 那种的带来社会的不安 甚至乎有很多的毒犯 那哥伦比亚政府 警察呢 其实呢 咬着牙筋 动着脑筋 做了很多事情 曾经用过枪 用过子弹 用过一些暴力 来到希望捉这些罪犯 但是都做不到 那有一次呢 他们不再去所谓依靠这些警察 或者依靠这些子弹 来去改变人 反而他们用这些什么呢 有一次呢 他们就邀请了一个广告公司 你在想 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广告公司 如何扭转哥伦比亚犯毒的问题呢 大家继续听下去 那这个广告公司呢 就在想 嗯 其实那些所谓犯罪的毒犯 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呢 除了他们犯罪之外 除了他们吸毒之外 当中他们在想的就是 其实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很大的分别 重点就是 他们都需要爱 其实他们都需要关怀 那他们从那里来到一个开始点 他们用爱成为他们的一个广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用爱成为一个广告 而将这个广告广播给他们听 很叫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窗 放下他们的子弹 放下他们的毒品 而回到家 好像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 但是可不可以盛行呢 结果他们找到 原来那些毒贩 很多时候 喜欢躲在森林里居住 那他们就去到他们所住的环境 当然非常危险 就找了几棵很大的树 你想想不到 在那里装饰成为一个圣诞树 当然了 当中里面也写了一些字条 是他们的家人 或者他们的外人 怎样来挂念他们 他们就要回家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结果 有很多人去回应这些圣诞树 大家想不到 圣诞树可以令饭毒的人悔盖 结果有很多人因为圣诞树的缘故 看到一些字条 甚至可能看到自己亲友给他的字条 就是你回家 我很挂念你 耶稣爱你 就是这样 让这个福音这样传下去 藉着一个广告公司传达 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去做 但当我回想的时候 神的恩典灵魂 从高处来说 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 影响整个世界 甚至会是一个贩毒 社会觉得他没有希望的人 他都继续这样 这个 真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弹的祝福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 说到从这个巨怕 去到这个责美 接着我们又再说 就是神的恩典 如何从高处降到地下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从听见 去到寒见 特别就是再说回这班的福药人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 刚才我们也看过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纸你们大喜的讯息 是惯父晚晚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自己的孩子的话传去 大家看不看得到 开始的时候 他只不过听到天使所说的 结果他们就去寻找 是否真的的确 有一个这样的鹹鞋诞生呢 当他们去见到的时候 他这里说到就是 我看见 我看见这个鹹鞋 接着他就把这个话传开 当我再思想回刚才那段经历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意义更大 特别当我们再想回 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何等多的预言 说到这个《尼塞亚》将会降深的时候 当时的牧羊人 可以说是其中一班最初的 来到见证 《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 如何映然在《新约圣经》 大家要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回到《圣经》里面 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 我很喜欢《马太福音》第二章 因为当中里面 记载了有四个 在《旧约》里面所说的 《尼塞亚》的预言 当中提到的是 有《尼加书》 有《河西亚书》 有《耶利米书》 也有《尼塞亚书》 大家想想 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一章的《圣经》 《马太福音》第二章 记载了在《旧约》里面 四个当中所说到的那种预言 所以当这个牧羊人 他们听到而寻找看见的时候 其实这个真的不简单的行动 其实他见证到神的预言 是如何在当中仍然实在的 然后走出来 《药后福音》第十八章 第三十七节 《彼拉扎》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皇妈 当时在审判耶稣 耶稣回答说 我说 你说我是皇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作教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当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想起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帮牧羊人 你有没有留意 刚才有一个字 从看见 从听见 去到看见 跟着他们证实了之后 接着怎么样 有三个字 全爱好 不单止他们见证到这件事 亲眼听到 见到 但你需要在这件事里揣开 结果有很多人知道 这件事 千真万确的 都没有发生 让我想起 耶稣基督这句说话 他为了什么来到世间内 但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就是说到 也提醒我自己 我为了什么来到世间内 就是为真理做天正 但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我们会听到很多重复的 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 你有没有想过 听完之后 好像那些牧羊人一样 传开他 你有没有想过 听完之后 好像耶稣基督这一路 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 我们为了什么来到世间 为真理 你要做这个圣证 你和我 为了什么来到世间上 在先大牙哥服侍的时候 我很开心 认识了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其中有一个家庭 我真的很欣赏 那个弟兄 爸爸 他在Brown University 读 结果出来 工作之缘 就很努力在教会 成为一个执事服侍神 甚至现在读新学 希望能够再一次长时间的读读 其实我不是想说她 我想说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也是在Brown 畢业 真是 哇 很出名的大学 真是前到无可限量 在Brown University 畢业 做一个工程师 不单不专业 在几年之前 也来了Evon 我也有机会讨过她 她在Evon 哪里做呢 现在是Intel 做的 哇 大家想想想 Brown 畢业 工程师 现在在一间 这么大的公司工作 前途真是 真是 有无可限量 Intel 工程师 大家想想想 有一次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跟她的爸爸聊天的时候 她说她的女儿工作 但做得很高兴 接着她的女儿跟她的爸爸说 她说 爸爸 我收到一个新的project 我很开心 我会很努力做的 我爸爸当然问 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工程师 他就问 Intel 新的project 那是做什么的 当然 可能当中有很多秘密 未必可以跟人说 和分享 但是 那女儿就很开心 我可以告诉你 爸爸 我刚收到一个新的project 在Intel 里面 我很开心 我会很努力做 我爸爸就再问 多一点 那是做什么的 是研究什么的 做什么chips 我爸爸说 那女儿说 爸爸你不知道 其实不是个chips 而是在我们的department 里面 来了一个新的主管 我新的project 就是如何带这个主管 信耶稣 大家听过这个见证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受 Brown 畢业 工程师Intel 你的project 当然是做chips 当然他都很努力地继续去做 但在他的理念里面 我为什么来到世间 是不是真的 就为了这份工作 来到世间 在这个见证里面 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鼓励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很努力地 为了我们前面的工作来做 这是没错的 是对的 我们要努力去做好 神给我们的托福 在工作上 我们要做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里面 可能神原来给我们一个更大的project 更大的project是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身边的同事 来到去报上这个破灯美好的建议 去报上什么从巨帕 我们可以得着赞美 去传开什么神 如何从至上将他的平安降临在地上 去报上的就是 我以前封闻过这位神 但现在我真的能够亲身地来经验他 我觉得这个姊妹的生命见证 实在被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 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我们会怎样去传开他 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 有机会去参与 我们Drive Through Bed in Pan 其实呢 我从幼开始 当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会庆祝圣诞节 所以路加坤第二章 其实是很熟的 每一年都读 穿百里人之野利女 有牧羊人按着耕翅 看守羊群 我们很熟的这个经验 但我很感恩 今次就是 我以前从来都没试过 就是有份 有机会去参与这个Drive Through Bedroom 而当中 好奇妙 又安排了我 其实呢 我跟Mr.Ruby说 我想做三博士 因为我以前有做过三博士 我跟Mr.Ruby说 我想做三博士 但结果就安排了 做了牧羊人 那我就很高兴 在牧羊人的崗位里面 可以跟其他天师 其他牧羊人 做一个小小的角色 每一辆车经过的时候 我们都同样做同一个动作 都跳同一支舞 结果 我们做了一百次之多 有些弟兄姐妹妹 累不累啊 当然有点累 但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就是 我们好像那些天使一样 我们好像那些牧羊人一样 我们可以 传开去 把这个美好的信息 描述 很快 很快 就成诞节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们跟家人相聚 跟朋友相聚 但现在可能因为Covid 结果我们不行 或者打个电话 或者一个短讯 一个问候 当中可不可以 带出一些圣诞节的信息 甚至乎 传福音的信息 让人再重新思想法 特别是这个黑暗的日子 但是 那个光 如何来照耀我们 我们 当神继续给你的大型 我们一同一样 祝福 天皇 我们再一次来很感谢你 有一段这么好的信息 我们每一年要读的时候 我们的灵兽都不同 求神 你今年特别的来到我们的大型 让我们更加抓住你的应许和信心 你的光 你要如何照耀我们 你如何从天上帮人到地上 好让我们能够从巨派 得逐欢呼 赞美 和贪欲 神我们再一次求你继续拜祢 求你 在这个圣诞节里面 让我们能够为你而开口 为你而将口 传开你的信息 再一次 多谢神 你同心里有望主 奉主耶稣的牧民之敬 再一次 愿神的平安 愿你门回一并同在 The long awaited Messiah was born our Savior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And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Join with us now as we sing some of our favorite songs from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Hoon and the Lord of Lords And the Lord of Lords And the Lord of Lord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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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